以昌案脫落了多少玄機 當然我們這幾天講了不少的事情 可是蔡英文他不願意回答 他說他沒有介入以昌的籌設 可是我們也可以看到 你由這些公文的蛛絲馬跡來講 蔡英文他其實 他去當那家公司董事長 就知道是過去二月他批的那一家公司 他批錢給那家公司 所以講這些東西 其實很多人講你沒有考慮到利益迴避 沒有考慮到其他的社會觀感 或者道德的問題嗎 好像大家都不太去 在乎蔡英文到底有什麼想法 邱毅 大家不在乎無所謂 但是是被黑白弄清楚 所以我明天對蔡英文有兩個動作 九點半到監察院告發蔡英文和美院 然後接著反告蔡英文誣告 我認為這些事情不談選舉 勢必要追得水落石出啊 蔡英文有沒有自肥 蔡英文說我不能講他自肥 我再說一遍 蔡英文你就是自編自導自演自肥 很清楚啊 第一份 這個公文的簽名是誰 這個公文的簽名是誰 2月9號和美院 2月11號李蔡英文 第二份公文 簽名的是誰 這兩份公文都決機密啊 都集機密的公文啊 這兩份公文 大家請看 不好意思我手太乾燥了 3月21號和美院簽名 3月22號蔡英文就批了 我請問啊 宇昌這個案子有任何理由跳過 有標準的審議程序嗎 有說明嗎 沒有 有理由列為極機密嗎 沒有 裡面提到要量產 才能夠撥款 有量產嗎 在台灣有量產嗎 沒有 8月31號96年 這兩封信的簽名是誰 你蔡英文啊 還有剛才提到台貿創投 這一個 12月4號耶 國發基金體貼到 派何俊輝到蔡英文的家裡面 跟他撿報耶 叫他怎麼申請呢 然後文一到 隔天10月7號就簽耶 完全沒有募款 國發基金就決定給他8.75億 蔡英文怎麼以權謀私 怎麼自肥 怎麼圖利 怎麼獨職 怎麼濫權 還不夠清楚嗎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就是說這個案子 他其實社會 非常希望了解更多的真相 但是 蔡英文或者民進黨的態度 他對於這些東西 他都視而不見 而且不願意很正式的去回答 如果真的看這份公文 就剛剛邱玉所講的 這份所謂的密件 3月22日蔡英文批的公文 蔡英文知不知道那家公司就是他批的這家公司 有兩個警察喔 因為他的同鄉叫蘇永生 是個暴力淘汰集團 他在內部的公文說 哎呀我這個同鄉有問題 趕快去跟他通通報信 被檢察官起訴 他有政府的資訊他去幹壞事 他被檢察官起訴 有一個法官叫陳宜蘭 55歲 他太太死了 他看有一個女法官也長得很漂亮 他用電腦搜尋 法官他可以去 他有個密碼可以進去看 看了以後看人家那個女方的資料 結果被政風狗仔隊 馬英九的政風狗仔隊抓到 結果被計個大夠 而且只好提前退休 他從政府的資訊 不幹好事想替爸妹 被迫退休 蔡英文從政府的資訊裡面知道 這家公司是政府要經營 那沒有人去質疑他 我有時候都覺得很奇怪 這個社會上 我們對於很多人 你的想法 你的要求 難道是不一樣的嗎 這就是我們 在節目上裡面所要求的 今天謝謝你收看 接下來新聞業總會 是個數 Cheryl 椅子 電腦 你們 不及